誓抗國安惡法 罷工公投 誓抗國安惡法 罷工公投 誓抗國安惡法 罷工公投 誓抗國安惡法 Hong Kong on strike against national security law Hong Kong on strike 除考禮香港資訊科技界工會鄧卓文 和香港職工會聯盟的吳敏儀小姐 首先就會由調酒師工會的 曹徐珊宣讀中英文的大會宣言 之後就會由香港酒店工會的徐考禮 講解我們公投的理念和動議 之後就會在香港資訊科技界工會的鄧卓文 會說罷工的大概計劃是怎樣的 最後就會由職工吳敏儀小姐 就會說職工民對今次的行動的看法和支援是怎樣的 最後就會是傳媒問答的環節 在開始之前都想提回大家 我們今天現場是有手遇傳譯員的 各位做現場直播的行家 可以多一幫忙拍手手遇傳譯員 方便農人可以了解今日發佈會的場程 將以下時間交給香港調酒師工會的喉翠先生 先宣讀我們今天的聲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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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人大漠視民意 如與香港政治體制 粗暴地為香港表決 並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或執政機制的決定 扶胡草案 以下簡稱《國安法》 是以國家之名剝奪香港人自由 徹底粉碎一國兩制 近使中英聯合聲明 及基本法中五十年特別的莊嚴法律 承諾良為國際笑話 《港版國安法》一旦全面落實 香港將面對外資大規無撤離的危機 而吐死狗犯的香港 逆勢將被國際制裁 此惡法將剝奪香港人自由 重創香港經濟 令失業率直線上升 中小企面臨倒閉潮 全香港打工仔女最終成為犧牲者 面臨飯碗不保 首庭口庭的切實民生危機 繼金融業日前呼籲罷工後 二百萬三百公會聯合陣線中 橫跨文職、運輸、飲食等 逾二十個行業共二十二個公會 亦宣布發起全港首設立罷工公投 志在團結香港各界打工底 發聲並向國際社會表達 對惡法的不滿 同時為月後萬人停擺 作口前授證地 對惡法的決定 對惡法的決定 Hong Kongers guaranteed freedom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shattering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pedigree with the ultra-fire legislation and making a joke out of the solemn and legally binding promise of having Hong Kong's way of life unchanged for 50 years as stipulated in both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Law On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fully enforced in Hong Ko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untries Our city with diminished significance and value will face desired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he draconian and invasiv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 strip Hong Kongers' civil liberties fair that will save the local economy, drive up medium-sized and enterprises out of business Hong Kong's fast labour force will fall as the eventual victim of Chinese political agenda and will be faced with the genuine living-hood challenge of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sector's recent call for a strike 22 labour unions across over 20 industries with the Hong Kong on strike labour union coalition Folus stood to call for Hong Kongers' first ever referendum on a general strike So, as to amplify the voice of the fast labour force and present the collective diss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Hong Kong prepares for a possible general strike that will enforce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 people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好 之後下來交給酒店工會的Alex 去講一講我們今次公投的計劃和概念是甚麼 喂喂喂喂 是 大家好 今次這個跨工會的罷工公投 其實 喂喂喂 第一個 第一個目標 為甚麼我們會搞這個罷工公投呢 首先 公投就是一個最真確能夠表達民意的方式 對比起日前有一些建制派自稱 拿到三百萬 接近三百萬的聯署支持國安法 我們公會是一個法定的組織 透過一個實名制的人數去表達 喂喂喂 去表達到底香港到底有多少真確 確確實實的人去反對國安法 透過公會這個形式就是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不是他說 而不是我們口講 有多少人反抗就反抗 而是有一個實質的數據 一個法定的組織 去告訴大家 是真的有這麼多人反抗的 亦都是透過一個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 一個民主協商的方式 去透過公會的會員大會 給所有公會的會員 去授權這個公會 去發動這個罷工行動 所以這個方式才是 最能夠去建立我們民意的基礎 和擴大我們一個民意的範圍 而第二 就是可以打破一個落內尿 建立互信 有互信的制度下的罷工 過往我們反送中運動的期間 其實已經有陸陸續續的罷工行動 有些零散的罷工或者被罷工 但是他們的成效都不大 原因就是因為缺乏一個組織 和我們沒有互信的關係 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他的實名制 去加入我們的公會 其實每一個都是一個真憑實據 去建立到大家的信心 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公會 到底就有這麼多人 我們透過這個公投行動 去支持罷工 告訴大家 這個是真真正正的罷工 亦都是第一次由二百萬三百公會聯合陣線 發動的一次真罷工 已經有一班 告訴全香港人 已經有一班人 不怕沒有了自己的飯碗 不怕沒有了自己的生計 站出來去對抗這個極權 而其他各項各業的打工仔 你們只需要透過加入公會 去投這一張票 就可以告訴其他人 我們是支持你 我們是齊上齊落 我們是有多想光復香港 我們有多想民族自強 第三 就是可以抵制警方打壓 近日 警方是假借這個疫情的名義 用限聚令多番打壓一些示威 或者一些公眾表態的行動 而公會就是一個合法的組織 純粹透過加入公會這個行動 其實正正就可以做到一個表態的效果 而不需要去怕我們觸犯任何法例 第四 就是面對中共極權 我們都堅決反抗 守護香港 對於反送中條例 我們曾經有200萬人上街遊行反抗 但是對國安法 我們還有什麼行動可以做呢 在這個限聚令的情況下 就是透過加入公會的形式 用公會的數字 告訴全世界 我們到底是有多少普羅大眾的市民 是想反對國安法 而我們發動公投 也是想告訴全世界人 只要你們一釋上傳 只要你們真的想反抗 其實怎麼都有方法 我們就做了這個方法給大家 看看大家有多想去表達你們的訴求 也都想告訴全世界人的政府 全世界的國際社會聽 香港人是堅決反對 提早27年做廣東省香港市 為日後的萬人停擺做好前哨的準備 最後就是保住在職者繁緩 在中國隱瞞武漢肺炎疫情 引致全球爆發 重挫全球經濟的情況下 香港各項各業的生意壓 已經一落千丈 再加上中國共產黨 強行推出這個港區國安法 令到香港的法治健全形象直插谷底 國際社會已經出來評擊 中國破壞香港有利的營商環境 更不適以各種制裁的手段去阻止中國 香港將會成為一個新冷戰的戰場 直接打擊香港各行各業的生意壓 無薪假、裁員、減薪 失業率已經達到10年的新高 這些情況在近期也經常出現 可想而知如果國安法落實了 對香港打工仔的繁緩是多麼危險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公投的行動 去告訴全香港的人 我們還是可以用行動去反對國安法 我們將會定一個目標 是有超過6萬名工會會員去參與投票 而且有6成的會員是支持這個罷工行動 我們才會發動 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這個是所有工會合起來 有6萬會員 而且有6成的人支持這個罷工行動 我們之後就會再通過第二個條件 就是每一個工會各自在它的行業那裡 制定一個人數 定額的人數 如果那個工會的人數達到標 而所有工會加起來 是有超過8成的工會 是達到他們獨自設定的人數門檻 我們才會發動這個跨工 我們才會發動這個跨工會的罷工行動 最後這個公投的目標 也是想做到一個工會的教育 我們用行動展示給全香港人看 工會對於發動罷工的重要性 也都希望去改變過往香港在職者 假日抗爭的一個思維 不只是一星期只有兩天放假才可以抗爭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抗爭可以融入生活 怎樣在星期一至五上班期間都可以抗爭呢 工會就是一個很好的戰線 是一個合法動員力高 參與成本低的一個方式 同時抗爭是長久之戰 每一個人抗爭的期間也都要生活 他也都要養家 養妻活兒 在對抗政權的同時 我們也是在對抗資方 一些老闆對於勞工的打壓 對於這個 例如最近的減薪裁員 這些全部都是需要大家團結去抵抗 而不只是說這個經濟環境差 老闆沒有辦法 其實老闆是有辦法 只不過我們沒有一個權力 作為打工的人沒有一個權力 去跟他對談 而單方面被老闆壓制了 如果我們可以團結到這一筆所有打工仔 其實我們是可以有更加好的方法 保住所有人的飯碗 而不用看著身邊的同事一個一個這樣離開 我們希望透過工會 將抗爭無論在政治訴求方面 又或者在勞工議題方面 全面將抗爭融入生活 令每一個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抗爭 實行全民皆兵 好 接著交給IT工會的Alex 去講解一下 究竟我們今次的罷工計劃是怎樣的 謝謝Alex 大家好 我是IT工會的主席Alex 今次的活動呢 我們首先會分了兩部份 第一部份會是剛才提及的公投 我大約首先講一講公投的一個 一小小的資料 公投的部分 我們是初步會定在6月14日 去進行這個公投的 至於時間和地點 我們會再 在稍後的時候再去公佈 公投的方面 除了剛才說的 除了剛才酒店說的那些理由之外 另外呢 都會是想反映回 關於那個 都會是想反映回 因為現在的勞工界選舉 是以公會為單位 其實都反映不到業界的聲音的 這個都會是我們其中一個想達到的一個理念 等大家 真切地反映回 我們的會員的意見 另外說完那個公投之後呢 其實公投之後 剛才大家都聽到 有一個叫罷工的活動 那罷工的活動呢 那個門檻也都 剛才解釋得十分清楚了 那至於罷工的內容會是什麼呢 那罷工的內容 我們初步呢 其實是會 有分了兩個階段去進行的 那首一階段是一個 所謂我們叫警視性的罷工 那罷工的 警視性的罷工呢 會為期約莫三日的 那再之後的行動呢 就會視乎到底政府 那方面有什麼的回應 那如果政府很合作地去撤回 或者甚至是 推翻這個所謂的國安法呢 那當然那個 那當然我們很開心 但是如果他們是決定繼續強行去推行這個法例呢 那我們會進入第二階段的真罷工 去要求去撤回這個國安法的 那至於這次的罷工呢 其實我們初步涵蓋了約莫二十三個工會 是的 今天今早的最新消息 那環境的行業 包括各民宿啊 運輸啊 飲食啊 還有在座我們見到一系列的旗次的工會 是的 那我們都希望 未來其他的工會 如果你們和我們的理念是一致的話呢 那都歡迎你們去 積極參與這次的公投活動 和我們聯絡的 那我們都明白到 其實目前呢 政治性的罷工 是不受這個任何法例的保障的 那所以都希望各位同路人 大家站出來 因為對於這個罷工的活動 我們最大的保障 其實就是透過所有人的參與 以一個海量的形式去達至他們 沒有辦法負擔得起清算我們的成本 那才是真正可以保護到我們同路人的方式 就好像過往我們這麼多次的遊行示威集會 我們都是以數量去取勝去告訴他們 香港人其實真的不會有人害怕他們的 那其實都經歷了一整年了 那個運動 我都明白大家難免都會覺得累或者心灰的 但是其實相信歷史上這麼多個不同的民族 他們的偉大都會經過磨練 而這一次的罷工是我們其中一次 令到我們可以再次團結一致去對抗這個政權的機會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跨過這一刻 令到榮光重歸香港的 好 多謝Alex 最後就交給職工盟的Carol敏儀小姐 講一講職工盟怎樣配合這次的行動 是 首先職工盟全力支持這一次 全香港的我們展開這個罷工的公投 而我們同日已經通知我們90多個屬會 也都會展開這個參與的邀請 那你會見到剛才的代表們已經告訴大家 我們作為起步點已經有23個工會 就是跨行業的已經是表質態 會進行這個罷工的公投開始 那我們也都期望更加多的工會 在稍後會陸續加入 香港已經進入了一個回不了頭的地方 一個已經大家是全民要反抗的時刻 由宣布國安法要立法的那一刻開始 我們頭上的陰霾已經是揮之不退 譚耀宗這一類型的人不斷地在製造緊張 恐怖的白色恐怖 這種情緒去到各行各業 而事實上當國安法宣布 將會由人大立法當天開始 股市是應聲已經跌了超過一千點 這個這樣的反應 無論是工商界還是我們勞工界 根本不可以騙自己 其實國安法它接下來帶給大家 有幾大的擔心 以及不明朗的因素 甚至撤資的危險 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得到 我們每一個人在不同的身位 作為我們工會 就更加應該成為 這麼多條戰線一中 裡面最強而有力的一條戰線 就是結合所有打工階層的力量 去告訴這個政權知道 我們各個不只是懂得上班放工 不像你所說 更加不會像你們叫你們動員 你們所謂的那些假工會 去簽280萬個名字回來 都是同一個簽名幾乎的 某些地區反應都可以做得出 你們如果以為香港人可以這樣被你騙到 這些就叫做民意 拿上去給北京 你們錯了 香港的打工仔女 起碼現在就要強而有力地告訴所有人 我們不會被人這樣去代表我們 我們有自己的工會 我們有我們的代表和我們的聲音 香港政府又好 就算是人大也好 請你聽清楚 聲音不是只有一種 沒有理由你這樣完全繞過我們立法的制度 來到香港破壞了我們最重要的一國兩制 到這樣的地步 到底答應了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港人治港去哪裏 透過這樣偷天門的方法 透過你們這樣的方法去繞過香港的立法制度來立法 就算讓你立到這條法 香港人這一生這一世都不會服 所以我們希望 無論哪一個界別的打工仔女 現在應該比以前更加有決心 更加有那個動力與團結性 這個時候就要盡快加入工會 並且參與這一次的公投 而且國安法呢 你不要忘記 由於牽涉到國家安全 它的定義是怎麼定的呢 現在沒有人知道 我們現在最堅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身後面每一個行業都是在它行業的專業來的 到底我們未來的專業倫理 會不會順積崩潰 會不會被迫要做假的報告 假的調查 為了支持這個政權 為了要掩護一些不能曝光的真相 所以我們更加已經沒有選擇 所有的各行各業的從業員 如果你認為你們還畏縮 這個時候經濟不好 我們個個就只懂得害怕 什麼都不要做 其實真真正正就會讓香港玩完 所以如果大家仍然是希望出多一分力 絕地的號召 希望盡你一點能力都好 最後一次機會什麼都好 盡你的能力就是這段時間要加入公會 並且參與這一次罷工的公投 所以我們現在要希望的就是提醒大家 每一個人的身位都重要 無論你身處是什麼的位置 無論你是一個仍然未加入公會的人 甚至我們公眾我們很多市民 都希望你們可以明白 這一次是我們勞工界別 所有公會大家團結一致 要對抗這條國安法例最重要的一項 而我們因為二百萬三罷的平台 已經大家看到我們開始緊這一次的罷工公投 而我們都知道在中學生的組織 他們也都響應著我們這一方面的這一次的行動 稍後他們也都會展開他們中學生的罷課公投的行動 稍後他們也都有他們的記者招待會 會向各界的交代 現在就要告訴所有人知道 更加要告訴當權者知道 每一個不同身位的香港人 無論他是哪一個 學生好打工好 我們將會全面反抗 希望所有的朋友聽到我們的號召 可以做出合適的回應 謝謝Carol 補充一點就是為了配合這次的罷工公投行動 其實我們二十三個工會各行各業 接下來由今天開始的一個禮拜時間 我們將會在香港九龍新界各地 去擺回我們的街站招收會員 希望可以邀請到更加多的香港打工仔 加入我們這個罷工公投的行動 好 今天的發言到此為止 以下將會是傳媒問答的時間 麻煩各位傳媒朋友如果有問題的話 麻煩你舉手 在問問題之前 講一講你們所屬的傳媒機構和你們的名字 謝謝 要向得高一點 港台想問一下 現在二十三個工會裡面 其實你們一共有的一個會員人數 剛才就說希望工會 希望總共有六萬人 其實你的 deadline 是設定了幾次 在多久之前達到有六萬人 第三就是剛才講了 分了第一階段的罷工 想問一下兩個階段的罷工的分別是甚麼 即是第一個階段可能有多少人參與 即是第二個階段和全國人參與 謝謝 你負責階段的罷工 重複剛才記者朋友的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問到 究竟我們現在二十三個工會有多少人 第二個就是我們六萬人的死線是何時 麻煩酒店工會Alex 講解一下 我們現在工會人數和六萬的死線 喂喂喂喂 首先我們二十三個工會的人數是接近一萬 而六萬的死線其實是在我們公投當日 因為我們當日會同事 除了公投之外 同事也會招收會員 去全土別增 直到我們的最後一刻 而這個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分別呢 第一階段我們會交給IT公務的Alex去解釋 好 其實第一階段的罷工呢 我們剛才我們講警示式罷工 其實就會是可以給我們的會員 以任何的形式去進行他的罷工 例如任何的形式 就當然是包括說 請AL或者是no pay等等 各種各樣的東西 就是不需要去到 我們一般認知性的那種罷工的 但是當去到後面第二階段的真罷工呢 就是說我們會要求參與的人 是真的進行我們全港的罷工的形式 也就是以礦工的形式去到進行的 是 下一條問題 不好意思 介意說一下你是哪個名部的 你剛才說其實要六萬人投票 但是現在其實會員只有一萬 其實會不會距離都有點遠 還有如果六萬人兩年六成票通過了之後 你們還要各個會 是不是各個會再投票 又要達到那個行業的 剛才你所講的 達到行業的特定人數 然後才會 其實對於我們的期望 其實就是想所有在香港反對國安法的人 都藉著我們這個法起而站出來 而我們都強調六萬這個數字 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而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而我們是希望透過我們這一小撮的火苗 去點著整個香港 告訴所有人知道你們是時候要站出來 亦都有一班人不怕沒有自己的份工 站出來 去大力 去跟大家一起 去反抗這個國安法 反抗中共的極權 60%的人數支持 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有認受性的一個數字 如果對比在六萬人之中的話 而各行各業的門檻 是根據各行各業的工會 自己有幾個會員人數 行業有幾個人人數 而由他們的內部會員大會去協商得出結論 當我們現在有二十三個工會 當中有八成的工會 都達到他們自己各自工會的門檻 才會有機會發動這個跨行業的工業行動 就是罷工 至於這個罷工的保障 我交給酒店工會的來自回答 關於保障方面 其實剛才有提及 因為正式性化工是不受保障 所以我們希望以那個人數去達致 對所有同業的保障 例子就是 如果我們有在這個行業裏面佔了比重夠重的話 其實反過來 對方要清算我們的成本 是他們未必可以承受得起的 因為都幾難找得回這麼大量的人數去replace 他們炒了的人 這個是第一點 至於第二點 就是關於經濟的問題 其實我相信目前的經濟雖然是差 但是如果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其實面對著國際的制裁 或者是一些投資者的信心崩潰 而撤離香港的話 其實那個的後果 我相信是比現在國安法未通過之前 是更加嚴重 到時候可能在講的 就不是說一時之間的失業 而是整個行業的崩潰 或者是一些整個香港的經濟生態 都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變化 例如當聯繫匯率等等各種各樣的東西 或者甚至如果外資 將香港視為真正中國的一部分 一國一制正式實施的時候 可能以往實施的中共的制裁 都會實施在香港身上 那到時對於那個經濟的衝擊 是會更加大 而我相信 我深信 任何一個在香港的打工仔 都不能夠獨善其身 都一定會是 一定會是受更加大的衝擊 到時候 沒有那份工 我想會變成一件很平常的事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去理解 並且去思考這件事 抱歉 抱歉 我想補充多一點 在過往這一年 其實大家對於法律的保障 我相信大家已經有一個很透徹的理解 有很多不同政見的人士 做了一些相同的行為 竟然是會有不同的後果 一些支持政府 支持警察的人 做一些犯法的事 可能是搭搭肩膊走了去 一些反對政府的聲音 可能他們沒有做過一些什麼 也都會被人打壓 那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 是期望工會 這個法律制度裏面 保障到你的罷工 是受保障的話 我勸你還是想想 這個香港的法律制度 到底 是不是真的還保障廣大的香港市民呢 一直保障著我們 去保持我們示威遊行的權利 到底是不是真的法律保障著我們 還是大家團結去保障著大家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這個問題 會員有億萬多到六萬 如果不夠六萬人的話 是不是不會進行公訴 以及直接進行公訴 有沒有改的幾點送贈會員 會員 喂喂喂喂 是 那麼 很多 過往其實 一年的 接近一年的反送中運動 其實有很多 令人很沮喪很傷心的事 去激發一些群眾的運動 而我相信 一直到這一刻 大家也都不會忘記 我們這一場運動 到底有幾多人 是犧牲了他們的前途 犧牲了他們的血汗 犧牲了他們的血汗 去付出 去抗爭 由一萬到六萬這個數字其實是不多 不算是非常之多 我們都再三強調這個只是起步 也是透過這個行動 去呼籲全香港所有抗爭者 所有反對中共極權 所有反對一國一制的人 一起加入我們這個行動 這個就是我們的絕地號召 我們這一刻就告訴大家 我們是時候要站出來 不單是人站出來 而是你的意志要站出來 告訴所有人 你們真的想行動去反抗 而不是好像一些聲勢都沒有這樣 就是被一個疫情打壓 之後我們就沒有一種表達方式 我們要透過我們香港人 如水一般的行動意志 改變我們的抗爭形式 這個就是我們工會戰線 希望想帶給大家的東西 先回答一下 剛才關於公投的時間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會稍後再將整個details plan 公佈 其實就算不夠六萬也好 那個plan都會是如常的 並不會因為人數不足 或者是其他原因提早的 當然我們希望會是因為人數過多 而extend的時間 商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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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問 你說說有兩個階段 就是大概計劃 在什麼時間會去做這兩個階段呢 而第二個階段 是不是在說 我只聽到說 用判工的方式 有沒有說 那個時間會 last 多久 然後達至到什麼目標 或者怎樣才會 要終止那個罷工呢 好 那個確實日期 我們是沒有的 那個發動的時間 都要視乎那個投票結果 另外 第二階段 其實我們的目標 剛才也有表達得清楚 就是我們希望政府 是完全徹底地去撤回 那個關於國安法的定案 雖然我們都明白 可能這個港共快樂的政府 根本未必有這樣的權力 但這個會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至於那個日子有多久呢 其實目前的定案 是 我們希望初步就會是三日先 之後會 其實我們都希望是步行期 直到他真的撤回 他在說那個所謂國安法 這件事為止的 好 後面 是 請問一下 想問一下 首先你講到的 即使是沒有足夠六萬人入會 你們都會全常進行那個公投 其實想問一下 是不是因為你說 你們的目標是至少要有六萬票 那就是是不是那個公投未開始 就不見失敗呢 就是如果不足夠六萬人入會 但是你又不去搞公投的話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想問一下 就是關於公投人的那個安排 請問一下給酒列阿里 請回公投的安排 好 喂喂喂 那首先回答第一條問題 那如果公投當日 之前都沒有達到六萬人 是不是代表失敗呢 是不是的 因為我們公投當日 也都會同時招收會員 那所以 是啊 所以我們是照 遇上發動公投日的行動 那第二個問題 我交回給IT工會阿里斯答 好 剛才都補充了一件事 公投其實除了投票那個罷工形式之外 另一個目標呢 都是希望向國際去展示 我們對於法 即香港的打工仔 對於反國安法的民意 那所以無論怎樣都好 它那個功效都會依然存在的 那另外之於那個的內容 就是關於那個限聚令的問題 那 是不是實體投票 那其實我們初步是會以分流的形式去做 去到進行這件事的 是的 那我們都依然是會 行實體投票的制度 目前 那 由於我們的票站不會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不太擔心的 對於那個限聚令這件事 我們再重申一次 無論我們有任何方式 無論是分流 還是集中地交街 有這個公投都好 我們絕對會跟足限聚令的要求去行街站 那這件事 我希望都可以自分確信大家 我們是合法的 現在開始入德會 也都有自己 他們那個投票的機制和門檻 去已經作出了一個授權 給那個工會去作出工業行動 那到時 萬一不是罷工 都可以是其他形式的抗爭 不過都是用工業行動 這個名稱底下去進行 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說 就不要只是把焦點 只是擺落 六萬與否 是不是六萬 不要忘記還有第二個 criteria 就是每一個工會 他們也都同時 要求他們的會員 作出一個授權給他們 有他們自己每個會章不同的 一個最低的要求 怎樣才能啟動得到 工業行動的那個門檻 所以是兩樣東西來的 是平排 和一起平衡的 所以大家希望 不要你們只是 聚焦六萬這個數目 就不記得了 會員都有作出了 他們根據會章的授權 這一點 即是如果市民來的話 要投票 就一定要入了會先 是 沒錯 所以我們都呼籲個行業的朋友 又不要拖到那一天 至入會都可以 由現在 這件事將會被報道出來 給公眾知道 這一刻已經入得會的 入會的方式 都有很多很多種類 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你認為 我現在早些入會 等到我到時投票日 就去投票 當然會容易得多 但是萬一 我們都準備定 這麼多的工會都會準備定 當日 如果是投票日 當日 給不給人 即場入會 即場投票呢 是給的 這樣 就是這樣 有沒有記者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想問問 你們有職工盟 即是九十個屬 幾個會 是職工盟這個平台裏面 但是大家都是自主獨立的工會 大家所做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所以都會和他們一樣 會啟動了入會的招募運動 也都希望他們每一個工會 會加入這一次 在白公公投的運動裏面 這樣 所以 我暫時沒有任何數目 可以給到你說 九十個會裏面 幾多個會這樣做 因為 都是今天同步通知大家 所以我們一直都繼續說 23只是開始來的 可能一加 明天加二十個會的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因為大家全部都是 我們獨立工運裏面的一份子 其實所有的工會 我們都歡迎 如果竟然有建制工會看完之後 他想轉過來 他都表達他的不滿呢 可不可以一起呢 我不覺得說不歡迎的 但是當然這些事情 應該不會怎麼發生 但是我們是完全開放到 所有你的工會 是合法註冊的 在香港的 即工會登記的條例底下 完成註冊了 你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合法工會 當然都歡迎你加入這一次 公投的運動 這樣 還有記者有問題嗎